好 再來 那我們一開始要先出剪影片 所以影片要怎麼剪 好 例如說 我們以剛才老師的這一段來講 好 老師這一段的影片 他大概錄了多久啊 你們看得到時間嗎 00 01 05 03 有沒有 對 來 時間要會看喔 00 01 05 03 對不對 來 第一個 10 第二個 分 第三個 最後一個 畫格 不是好秒 畫格 Friend 電腦中叫Friend 就是一張一張一張的照片 對 所以就是單張那張照片的意思喔 那 怎麼去轉換到秒數 以台灣的規格來講 標準規格是 每 29.97 格 為 一秒鐘 那 因為29.97不好算 我們同生30 所以你在輸出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有看過一種 一種 一種那個格式 它叫做30p 或 30的FPS 都是 指的意思是這個 就是指說 我是每幾格為一秒鐘的意思 好 那這個格數能幹嘛 格數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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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著您所拍攝出來的影片的流暢度越 好還不好 好 對 很好 越好 所以現在呢 尤其是今年度 會有很多的新設備 像是運動攝影機 很多GoPro的設備 它現在拍出來都已經有到120 60p 120p 或 240p 那 這樣的一個P數的影片的畫質代表著 我在 看影片的時候 影片的那個流暢度會非常非常的好 知道吧 這是所謂的P的概念 這個要知道 因為這個 在輸出的時候你會再看到它 好 所以這邊知道一下時間 那也就是說 剛才我們這一段影片 如果你滑鼠移上去 它的時間是 01010503 就是指 我拍的時間是 1分05秒03 格 這樣知道吧 格子 你就知道格這樣就好了 就是觀念要對 好來 那我們要剪老師這段影片喔 怎麼剪 按 脫房 好不好 脫下來就好 脫下來就好 然後這個可以這樣縮 縮短一點 好來 當我把它拖下來之後 同學老師問你們一件事 我是不是沒有把它往前拉 這會怎麼樣嗎 拉下來在下方這個地方 最後在這裡 這是我們影片最終最終的長度 所以呢最後最後的長度大概會是 一分全片喔 這邊有個片段跟全片 全片只是total 它的total會是1分10秒071格 也就是你影片的總長度 好 我前面沒有讓它拉到頂 我故意讓它留黑黑的 在呈現的時候會出現什麼東西 對它就是黑畫面 可以當片頭 它就是黑畫面 那你記得你還沒有加片頭 還沒有加文字的時候 你沒事不要給它空著 因為你空著你會讓你自己 就是影片輸出的時候 看的時候是沒東西的 一開始先拉到底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之後 如果要加東西上去 你只要任何東西 按拖放擺進來 放 它就會先確定喔 這就是剛剛所說的 化格率衝突 這個 我匯入的是30 狀按是20.097 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說的化格率 以後看到這個不要嚇到 給它按確定就好 因為你不確定它也不能編 就確定就對了 我也要幫你處理好 你就確定就好 這個以後會遇到很多喔 很長喔 它沒有壞 它是正常的告知 它只是跟你講化格率 不一樣就而已啦 確定 它就會問你 那你現在這一段放進來了 其實它怎麼辦 向右移動 往後移動 插入往後移動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在編輯的過程中 東西都可以再調整的 是可以再調整的 好把它刪掉喔 我把它刪掉 這一段 然後再往前移動 以此類推 所以拉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到最前頭 放到最前面 好來 我們怎麼剪這一段 好 首先當然你要自己先想好 看清楚這段影片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玩初剪 怎麼去剪影片 好 好假設呢 來 前面是不是先拍一個固定的點 然後算是第二個鏡頭 對不對 好 假設我前面的鏡頭我想要 那你們記得喔 微電影最恐怖的地方在於 剪完之後影片太長 你們知道微電影要多長嗎 微電影 三十分嗎 我有沒有聽錯 那叫長電影的吧 中電影的吧 看來講 沒睡了 一定要十分鐘以內 最漂亮的數值是六到八分鐘 拜託 六到八分鐘意思就是節奏感很重要 我發現我每次在修學生作品的時候 我最痛苦的地方 所有的創作 所有的創作 都一直花在一個動作上面 它叫做簡化 一直在簡化 一直在簡化 就是你拍的時候東西真的是太長 有些同學喔 你看喔 我們只是想傳達說 老師現在很努力用功再打字 我錄的時候是錄了一分鐘 其實剪完最好是抓十秒內就好了 聽懂嗎 都剪剪剪剪都刪掉 所以簡化這件事是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要營造出微電影的節奏感 節奏感 像其實您剛看到那個 就是剛那個同學那部影片 被我推薦兩次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 你是在幹什麼 每一個畫面都那麼久 我都快哭了 好久剪 剪完 我記得他第一次 第一版給我看是十五分鐘 我跟他說我不要看到那麼長的 你給我十分鐘版的 他就回去再剪一次 然後剪完之後已經有雛形了 我說不行再剪 再剪 所以剪畫是很重要的 你們不要想說 我為了要傳達一件事 把很多攝影的角色畫面都把它秀出來 都不行 你們應該要在 呈現畫面的時候 也要讓人家知道劇情 所以簡化這個動作是真的很重要 而且要節奏感要快 然後每一個畫面停格 不要停太久 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 來 所以假設我看我一開始這個畫面 他的打字的畫面 我先挑一個 我覺得他打字畫面好的地方 這可以拉開一點 你就可以先找 例如說 好 我叫你們的技巧 你看 假設我現在要挑他打字 你看到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他前面這一段 OK 來 前面這一段是都要打字的 對 前面這一段都要打字的 後面是不是就是移動鏡頭了 所以你看我的鏡頭有幾個 看得出來嗎 縮圖 四個 第一個鏡頭 第二個鏡頭 第三個鏡頭 看得出來嗎 每個鏡頭都短一短就好啦 每個鏡頭都短一短 所以 例如說我現在挑到這個鏡頭的位置了 我找到他們切割點 大概抓好分割切段 你就可以知道這一段多長 光這一段喔 前面這個打而已 就打了9秒 我不要 我要3秒就好 聽懂老師意思嗎 就是你每個片段畫面 你要抓出來 然後去精簡它 去精簡它 每個段落都有 好 那這一段我只要3秒 你就先挑 那我真的非常愛眼 我只要說應該要先離開 就是 人在那邊 原來討厭老師在那裡 然後還看同學作品 對 所以就很討厭 好 我當然會這樣 所以我不要出現我的頭 就是我走路的那個畫面 不要 不要有 所以你就先抓 可能我一開始這樣打 好聽 我再來是動了 因為我在動 會影響視覺效果 你沒有在動 我在動 你在以為我是重點 但不是 所以我從這邊切 再切一次 好這個我就不要了 我不要了 3 然後呢 往後 後面的全部都往前移動 移動所有時間 所有片段 後面的全部往前移動 動 再來 現在剪完之後剩多少 3秒 3秒22格 大概相近4秒鐘的時間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可以再點一下下 停 好 假設 OK 好 前面我再修一點 再把它刪掉 好所以這一段其實它只是打電腦 不要打太久 兩三秒就夠了 你看 兩三秒打完就好 其實還可以再短 一兩秒就夠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下一個鏡頭了 一兩秒就夠了 好 一樣的下一個鏡頭我會找到分割點 切割點 分割 好來 再看這一段鏡頭 那你就挑你覺得鏡頭好的 因為我們鏡頭會晃動 或是位置會不對 好來這裡 因為這個畫面沒有在動 剛才有在動一點 有lag不好看 所以你就要挑鏡頭 來分割 1 2 3 停 分割 會不會 我大概數個3秒差不多 那3 3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以這個現在時間來講的全片 一段鏡頭是4秒25 現在前面的兩段是4秒25 其實還可以再短 還可以再短一點 其實還是有點長 我覺得還是有點長 好我們再剪 這樣你懂了意思 所以初剪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這只是打電腦的 你要把時間留給劇情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全片模式 播的時候 打完了 過去換這一個鏡頭 然後再跳 換一個鏡頭 假設停 假設這個 再往前 好我就不再挑了 分割 然後一直到這邊 再挑一個鏡頭出來 好你看 前面老師是不是有看鏡頭 這種鏡頭千萬不可以要 這個 這是我剛說的 演戲最機會就是看鏡頭 對 除非 除非 老師眼睛一看完之後 鏡頭帶到 有人從門口走進來 他就可以留 這一段就可以留下來 比如說 人走竟然是一個帥哥之類的 有沒有 就可以留下來 對所以你要看劇情 來去 決定你要的畫面是什麼 然後再來他就是可以再沉思 有沒有 因為可能達到有點 不知道要剪什麼內容的時候 好來我把這一段剪掉 OK來 分割 好然後再剪 所以前面這裡其實是花最多功夫 講實話 他是花最多功夫的時間 好然後再往後拉 到下一個鏡頭 沉思了 他的鏡頭是 我看一下 OK 好分割 再切 所以這是初剪 只要用分割然後切 撥切撥切 這樣就好了 好那 又看過來了 停再分割 這樣會不會 好最後囉 好 他有一個 對 你今天可以留這個鏡頭 因為他有在動 有在動的效果 這樣一此類推 好 假設這個 因為他這樣已經撐頭了 所以我就把鏡頭留在 從後面拍他撐著頭的樣子 好然後再把它剝完 好 就這樣囉 這一段 好解完了 來總共多少 7秒24個 表達他現在很努力在工作的情境 但是畫面是多的 畫面是多的 這個有點多 再短一點 好來我們看一下囉 所以 延續模式囉 全片播 他可能打一打之後 換這個鏡頭 再換這個鏡頭 有沒有 OK 對 這才是我們要的鏡頭 不要從頭到尾 鏡頭在那邊拍他一個點 然後拍10秒 然後再換另外一個點 再拍10秒 所以你看人家那個鄉土劇 有沒有看電視 現在是哪一齣比較紅 崗位嘛 崗位之後就沒有再follow了 聽說最近有寶貝球對不對 就劇情 還有加到寶貝球 欸你看人家甘衛人生那個 人家以為人很厲害好不好 講話在互相對罵或幹嘛的時候 一下貼個臉 一下貼個旁邊 一下貼個旁邊 有沒有怎麼做的 就是這樣做的啊 拍好幾鏡 而且他們是多機 很多機器 然後一起拍 這樣的鏡頭才會豐富 那業餘的跟專業 最大的差別就在這裡 人家專業就知道要拍很多鏡頭 然後去接 業餘的就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鏡頭 所以這個要小心 唯定一定要這樣拍 會不會 來 網看看快點 試看看怎麼剪 剪看看 七門剪齊會的其實就很簡單 後面就不會